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陳唐山 最近我們國安局局長蔡明燕 在公開演講當中 他指示中共滲透軍事動嚇、經濟脅迫、 打壓跟認知作戰等等 這些符合式的一個威脅手段 不斷地來逼迫台灣 而且利用網路駭客 來攻擊我國的關鍵機制設施 讓我們國部會批評應付 我們根據蔡局長的談話 來觀察各種現象 顯示中共對台灣的戰事作為 確實是越來越尖銳、多用化 我們必須要審慎的因應 政府跟民間資源 這樣才不會受制於中共的消耗價 中共的軟硬兩手策略、軍事方面 經常運用海空武力來威脅台灣 來採取所謂創造先例 來形成常態的這樣一個手段 進行灰色洗澡活動 用來測試我國反應的底線 民間方面疫情解除之後 中共積極邀請我國的基層 我們川里長跟青年 前往中國交流 這個以前都做過了 他從各層面來 不斷擴大統戰的攻勢 企圖從社會內部來分化我們台灣 這是我們必須要提高官制的地方 特別是台灣即將進行大選 中國從政府到網路 他都一直在上播選擇戰爭 或者是和平 這樣一個爭議的訊息 企圖來恐嚇台灣選民 變更投票的一項 蔡局長在立法院更證實 中共中宣部跟台辦系統 經常邀請台灣的民主卸任的公主 民調公司負責人 跟這個學者到中國去 那特別要注意到的是 中國有沒有透過一些軍事 或經濟脅迫的手段 來對台灣進行外部環境的施壓 那另外一方面也要注意到 中國有沒有透過剛剛所提到的 假訊息或認知作戰的操作 來影響台灣民眾在政治上的偏好 甚至去影響民主選舉的結果 那國安黨會也掌握到 這個國內有民調公司的資金 是來自中國 那由此可見 中共對台灣輿論戰的一個順利程度 確實不由我們來輕忽 那不但就是中共了解台灣年輕人 喜歡觀看這個短年輕的一種習慣 那為了這個影響這個輿論 他們經常邀請支持中共立場的一個台灣人 參加座談來表達合作的意願 再由這個中國官媒 把這個談話內容把它剪成一個短片 短影片 那透過這個抖音 小紅絲跟YouTube 這些社群這個媒體大量來散佈在 網路上媒體的平台 那接下來社群平台裡面 有很多配合中共的一個學歷者 就會大量製造爭議性的輿論 來引發台灣社會的一種混亂 那針對這些現象呢 這個作詢站的專家 我們的好朋友 沈博洋 列出中共對台灣整體作戰的一個八大方向 那這些八大方向分別就是軍事的威脅 網路的攻擊 統戰的工作 外交戰 經濟戰 情報戰 法律戰 跟輿論戰 那沈博洋他指示 中國對台灣的八大共識當中 我國除了外交戰比較能夠稱之以外 最慘的領域就是輿論戰 至於這個統戰跟這個情報戰 我方也很難這個反視 學者的看法是比較悲觀 可能是出於這個提醒政府跟國人 加強薪防的用意 但是平心而論 這種分析 確實是也反映出某種程度的一種 實在的情況 就拿這個輿論戰來說 曾經一段時間爆發的這個 所謂巴西這個蛋的這個爭議 農業方面這個網紅 他又用很多 看起來好像是專業 但是其實上是他沒有甚至有查證的一種 資料來攻擊這個農業部 那雖然實際上沒有所謂的毒的這個蛋 毒的蛋流的這個市場 但是已經造成消費者 這個所謂文旦色變這種恐慌的現象 那就在國內爭議不休的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國裁辦也跳出來 痛批台灣政府提供有問題的忌諾給消費者 那這個白吃一副 好像是台灣人民救世主的一種姿態 雖然這個我們知道這是典型的輿論戰 但是不可否認 就是國內還是有不少人接受這些錯誤資訊跟中共的說法 我們從這裡就可以了解 中共對台灣的滲透跟干預已經發展到全方位的境界 所以全方位 那雖然這個情況越來越嚴峻 但是我們也不必氣餒 就像這個學者所說的一樣 要反制中共就要有強烈的敵我意識 強烈的敵我意識 否則 國軍擁有再強的這個武器也是發不了作用 所以我們雖然只是普通的一個老百姓這樣說 但是還是可以對國家安全發揮一定程度的作用 那就是隨時提醒 我們隨時來提醒這個身邊的親朋友 來關注台灣面臨的危險處境 那呼籲大家要分辨這個社會上 許多分化台灣的認知作戰 那千萬不要因為國無生平 國無興平就認為台灣是安全無力的 所以這一點請大家注意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